現在早上9點58分 但其實是8點58分 因為Cabo呢跟舊金山有一個小時的時差 好久沒有拍VLOG 今天這集VLOG呢 將是關於我們在Cabo的一整天的行程 欸這也太漂亮了吧 昨天晚上到這邊的時候已經天黑了 所以根本就沒有看到外面的海景 來給大家看一下 太亮了 我們住的這間飯店呢叫JW Marriott 然後它是在San Jose的Cabo的南面一點點的位置 那等到Housekeeping把房間給整理乾淨之後 我們再來為大家帶來Room Tour好不好 先去吃早餐 不知道早餐現在還有沒有 起床嗎 早安 如果看過我們上一集來Cabo的VLOG的話呢 那時候有講說下一次我們一定要兩個人 我跟俊俊兩個人回來這邊 因為我覺得帶不帶小孩真的差很多 而且它這邊呢有一些Hotel呢 是專門只給大人住的 是不能帶小孩來的 雖然說我們這次住的這間JW Marriott 並不是只能大人住的飯店 但是這邊也沒有什麼小孩 大部分我看到的這邊都是大人 這邊有一個可以摔角的擂台 這個地方像個迷宮一樣 我們現在在找餐廳到底在哪裡 這間飯店呢有13個游泳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超多的 我們的早餐呢其實是附送的 但是坐下來之後呢發現 它這邊附送的早餐實在是太陽春了 所以我們就只好Upgrade它的Buffet 這住室早餐呢我覺得稍微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但是這邊有個類似像糯米劑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還有一個椰汁 要看君君拿了什麼東西好不好 我拿真的 你真的是個陪本貨 我還沒吃 我覺得你不需要Upgrade 你就直接吃葡萄就好了 我還沒拿完你幹嘛 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我是不是 我還沒拿完好 我Buffet慢慢來不要急好不好 Step by Step 先喝一下這果汁看看 目前為止呢 昨天晚上的晚餐呢 跟今天早餐的早餐 都蠻失望的 但是今天晚上 我們這次來加坡的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送點亮點 就是今天晚上要去吃的這一家 Farms to Table 叫El Huerto 老婆你不走快一點 因為你一直在陰影下 你也很黑 沒關係你走快一點 你不必走到我前面 你不一定要走到我後面啊 我Cameraman 你真的是非常的不專業 那你大妹光啊 沒關係啦 我怎麼 My goodness OK 這是我們上一次 來墨西哥的時候呢 有一位網友 推薦我們去吃的一間餐廳 叫El Huerto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我敢說 雖然我們在墨西哥 沒有吃過很多餐廳 但是我敢說這家是我們在墨西哥 喔 美國的南面 我們一直去過墨西哥 是他墨西哥 美國以南所有國家裡面 我們認為最好吃的一間餐廳 目前來說 當一個稱職的攝影師跟拍照 要這樣 要跟著你 要跟著你的flow 可是我不是稱職的攝影師 我是個YouTuber 我是在鏡頭前面的人 而不是在鏡頭後面 那我告訴大家先發肚子 剛吃完Buffet 然後現在肚子裡有很多東西在勾引 然後想要上廁所 所以我回到房間 發現有人在打掃 現在有點面部僵硬 因為還在努力的用闊 有一點心 把嗯嗯給 執著 好想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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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滿漂亮的 你不要那邊搞了 你這不是王家衛 你瞎搞了什麼 留白不留白的 我們上次來Curvo的時候呢 我們就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 我們要再回來 然後是兩個人 不用帶小孩 那這次我們住的這間飯店 叫做JW Marriott 他一個晚上好像是300-400塊美金吧 那他跟我們之前住的那間 有很大的區別就是 就是這間不是吃到飽喝到飽的那種 就是你在這邊的吃的飲食的消費啊 或者是喝飲料的消費 都還算在額外付錢的 我原本以為這種會比較好 因為上次我們住的那間呢 最大的缺點就是他的東西太難吃了 但是我發現這一間好像也沒有到 好吃到哪裡去對不對 但是他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們昨天晚上 回來 Look at me 我們昨天晚上 剛到的時候 剛到這間飯店的時候呢 其實 很漂亮 它的燈光打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這間 我覺得這間飯店晚上 甚至可能比白天更漂亮 對不對 白天看起來就是蠻普通的 那當然啦 也是有海景 但是晚上看起來真的很帥 但是晚上看起來真的很帥 會被捲走 然後現在呢 這一帶的海域 會常常看到金魚 它們會從北面游到這邊來 殘軟 殘軟 生小孩 等到小孩大了之後 他們再游回 這樣因為比較多 比較會 對這邊海洋 想要講好像很動 就這樣看吧 我現在在用力的忍住 想要 上色的欲望 對 對 OK 現在呢 我們來帶大家參觀一下 Room Tour 來那裡 你看 這個是蜜月房嗎 我不知道 這邊有個大巷 廁所在這邊 其實這間房間蠻大的 半開房屎 很高耶 腰板很高 然後兩個洗手台 浴缸 浴缸很可愛的送 浴缸 我們今天晚上可以來泡一下 那我乾濕分離 然後這邊是洗澡的 洗澡機也超大的 再來呢 走進來就是房間啦 你看他把它拖好 大飛波 大飛波 這邊是衣櫃對不對 衣櫃打開來 送的卡 小袋子 這不是送的啦 是建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蜂蜂嗎 哇 哇 你看這個 海天一線 我們坐在這個衣櫃 太燙了吧 好燙了吧 這也太燙了吧 曬了整個早上 好燙 今天其實我們並沒有什麼活動 就只有晚上要去吃一個飯而已 我決定今天 在這間飯店呢 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老婆拍出美美的IG照片 OK 我平時真的很不喜歡幫她拍照 雖然說她的Instagram feed裡面 很多照片都是我幫她拍的 好看的一些照片都是我幫她拍的 那今天 在加坡 實在沒事情做 所以 我們的任務 就是要幫俊俊拍出好看的照片 昨天晚上 稍微吃完飯之後 在飯店走了一圈 我們發現這間飯店 真的可以拍出很多很帥的裝逼照 在拍美美的穿搭之前呢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今天這一集的 sponsor 那我們今天呢 要介紹這個品牌 叫做Rubi Anko 那它是源自於義大利 他們還有推出很多小皮件的系列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Nina半月包 那時候我挑選這個包呢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適合我的lifestyle 那他們家呢 除了就是非常現代的設計之外呢 還有很多適合職業女性啊 或者是休閒的現代女性使用的包款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的價格 是非常的親民 我那時候拿到這個包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這個皮質呢 真的是非常的柔軟 而且他們的做工非常的細 像這個拉鍊的部分啊 就是非常的好啦 如果大家有買過半月包的話 都知道 像這樣子形狀的拉鍊是非常非常的難拉的 不過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也非常的順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手放進去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刮手 那容量大概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覺得它最特別的設計 我很喜歡它這個地方 就是它可以有調節式的 很可愛吧 那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上他們家官網看一看 那我們就去挑戰施造今天給的任務吧 這地方不寒嗎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羅馬競技場 你站在那中間 不是一樣 哈哈哈哈 這個樓梯我覺得不錯 這個樓梯我覺得不錯 昨天不用說六 對 不是很好看 昨天晚上看起來比較好看 現在我覺得很看OK 好多久 這樣不會壞嗎 就開始很曬 不知道 我覺得這裡還OK 但是太熱了 實在太熱 我腳插在沙子裡面 我都覺得我的腳要被煮熟了 Yeah 就是這麼熱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就是昨天我們來吃晚飯的時候 覺得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個小庭院 Yeah 在這裡面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是晚上看比較漂亮 白天看的話 好下一個點下一個點 你在幹嘛 我想說照相 沒有我在錄影 小婆你抱著鮮煉掌 你抱著他 你抱著他 那你抱 那你抱 小婆 你有結果這麼大的鮮煉掌嗎 沒有 有啦 到之前去 我可以摸一下嗎 有 有一點刺 我覺得拍裝逼照 就是真的是 裝逼跟傻逼在於一線子 有一點時間 你知道嗎 真的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這個B沒裝好 真的就 瞬間就變傻逼了 那我從另外一邊 過不去喔 那邊 那我從另外一邊 What 這裡啦 There you go See that 誰傻逼 這個包子料很好欸 它好軟 是牛皮的 然後你看 像是羊皮 是牛皮 可以調節 這是12公分跟20公分的長度 所以你可以長一點 或長一點的話 少一點背起來就是這樣子 但我喜歡短一點的 因為短一點的 它有個小細節 是這樣子 這樣子 有一條繩子在這個地方 拿起來就很好看 我的臉就這麼小 超小的吧 12公分嗎 這裡 這是個抽菸的地方啊 但是 這很美耶 這個抽菸的地方 真的蠻裝逼的 我覺得我們拍的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大家 請各位評論一下 你們覺得 剛剛我們拍的這些照片呢 有多少張是裝逼 然後多少張是傻逼 OK 請在檸檬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 我希望 裝逼的比傻逼的 稍微多一點點就好 老婆我們現在要去哪 外面實在是太熱了 所以我們決定現在呢 先喝一杯 咖啡 然後再來決定 我們等一下要去幹嘛 想要游泳 你想要游泳 好吧 游一下 來都來 這邊一杯咖啡 要9塊錢 美金 非常普通的一杯咖啡 非常普通的一杯咖啡 我們現在呢要出門去吃晚餐了 就是我們這整個行程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吃今天晚上要吃的這家 El Huerto Farms the Table 我們剛才下去游泳的時候 其實下去有點晚 太熱了 因為剛才老婆都一直在床上看 First Love 所以 六百塊的墨西哥 筆字大概多少錢 好像二十塊美金左右 我們現在出發去餐廳呢 大概要坐四十分鐘的車 對我們來說這一次的這個 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雖然說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昨天下了飛機之後已經是晚上了 到了飯店吃了一餐很難吃的 有貴的 晚餐之後呢 今天早上起來 一整天待在飯店裡面 明天就回家了 其實 我們現在出發去餐廳呢 但是這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的 難得 其實 非常的難得 對 這疫情這三年以來 其實我們都沒有 兩個人出去任何地方過 雖然說這次來墨西哥 真的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真的就是 睡覺吃飯洗澡 但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耶 因為其實 在我們平時非常忙碌的生活當中 有小孩有工作 然後又有很多很多 每天要做的事情 真的 沒有機會可以像 這一次這樣子 就是 Do nothing Do nothing 什麼事情都不做 我覺得可以什麼事情都不做 一整天 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情 真的 以前都不這樣覺得 年輕的時候 對啊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真的是 帶小孩出門玩的話 我們會想盡辦法的安排 很多的行程在裡面 可以讓小孩去體驗到 非常多的 不同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 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嘗試一下 這種 去個地方 然後 什麼事都不做 對 Do nothing What? Do nothing Sometimes it's better than Do something 哈哈 屎 searched 但 其實 在 手